欢迎来到蓝色的威纳大基金使用法 今天我们要来讲解第二册的第57页中段 57页的中段第二篇练习当中 我们要先总结上一篇所学习到的一到四种执法 来做一段执法练习 会有两行 最后才会介绍到第六把位的第五种执法 首先一二行是执法练习 这两行执法练习与先前我们在三四把位当中的练习相似 因此我们用红色斜线来辨认执法的转换 斜线前后所使用的是第六把位的不同执法 而蓝色圈圈这里属于接下来会使用到的第五种执法 也就是二指按在深半印的地方 这边等于是先稍微做一下预习 或是在观看的时候也可以先学习接下来的第五种执法 再回过来练习这一套执法练习 而编号一到四当中 其中编号一到三 他们的执法模式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建议先把编号一练熟 再进入到编号二和三来练习 而到了最后一段编号四 它和编号一的开头是相同的 只是作为结尾只有三个小结尾 以上的练习都可以先分工拉手执法后 再改造谱上面的功法练习 并且依照301的节奏来进行拉走 练习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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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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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选的音是声收声拉息 B选的音是声都声瑞咪 G选的音是声发声收拉 C选的音是吸声都瑞 声收的音比较不容易辨识 所以一开始要用调音器来找出正确位置 而接下来每根弦如果遇到声机号 也建议使用调音器来抓出它真正的指句 另外每移动到下一根弦的时候 都要再确认一下 它的一指是不是准确 然后再去练每根弦上的指法 B选的音是声都声瑞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上就是关于威娜大提琴使用法第二册第57页中段的解说 如果这影片有帮助到您欢迎您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您的收看 蓝音色线上大提琴学院课程优惠开始咯 只要你一次购买两套以上课程 结账的时候输入chero88 就可享有88则优惠 如果你已经购买过我们的课程 再购买第二套课程 只要结账输入2nd88 就可享有8则优惠 现在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